这次钓岛风波轩然大波应该说始作俑者是十元够岛 那么如果从日本的本身正的体制上考量能做出什么样的观察和结论 十元都是在搅局了 我觉得日本的这些执政精英呢 他把这个钓鱼岛问题他们是有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战略的 那么这次我们看这个八月份香港的一个钓岛人士成功登岛之后呢 日本迅速实行了他的他们的这个战略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国有化 那么然后的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 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中国政府呢就直接面临 对中国政府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一我觉得啊随着日本所谓这个国有化 以及这个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之后呢 中国无论是这个两岸三地或者是四地 就是民间保调呢已经不可能了 今后日本不会允许再让这个民间的这个保调船只 这个登上这个钓鱼岛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过去民间还能够作为一种主要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跟这个政府会说还是互相配合的话 今后这种情况已经不太出现了 保调或者说这个夺回钓鱼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是吧 这已经比方说这个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工商界对于钓鱼 对于由于钓鱼岛问题而已 可能引发的这个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张呢 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最近这个日本品牌的汽车在中国这个销售 已经出现了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这个信号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本身对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一个伤害 所以未来中国政府会以怎样的这个战略来对待这个钓鱼岛问题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